由正峰喜文教基金会所发起的慈善意卖书展 今年度在百货公司的二楼登场 要展到7月的21号 这一次是吸引了大概有120家的出版社 超过10万本的各类书籍 要让爱书人自由的参观选购 鼓励爱书人在阅读之余 能够帮助弱势做公益 一年一度的正峰喜慈善意卖书展 涌进许多爱书人选书 场地比去年大了一倍 有更多的出版社响应 所有你看到的书里面都是按定价五折 我们是库存 所以在市面上已经消失的书 90%都在这里 有可能会挖到宝 对 有时候你错失的好书在这里 就可以逛到 场地大加上书籍选择多 慈善意卖书展从6月27号开始 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 比去年同期易卖的成绩已经向上成长大约50万元 欢迎爱书人继续挖宝 在展场内有个贴心做法 来选书的人都不会像去 这是一两本而已 有的就会一直在挑 可是抱着书很累 抱着书很累 然后搬来搬去 有时候不小心还要搬到下面一本 就买错了 所以后来就几次以后我们就做检讨 就放一个占判书区 那你选中书你就暂时放这里来 然后你可以继续去挑书就很轻松 各类书籍五折卖 让很多人一买就是一大碟 慈善意卖书展要办到7月21号 这封喜文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期待 有更多人透过阅读 关心弱势增长知识的同时 发挥爱心 耿兄愿望绍宇采访报道